大便大血, 不少患者都會覺得很害怕 但有些又會不以為意 調查顯示, 有九成大便大血的患者 初期都以為大便是太硬 又或者是痔瘡流血 這樣忽略了可能在腸道潛藏的危機和病變 嚴重可能是大腸癌或者直腸癌 相對其他東南亞地區的族群 華人說想結腸腫瘤是所有民族之罪 而香港地區的情況就是最嚴重的一個 老公, 你煲水嗎? 沒有 什麼整個湖水還在? 你今天還沒喝過水嗎? 今天早上去喝茶就喝掉了 你經常告訴我便秘 拜託你就多喝點水吧 這麼大的人, 口渴自然會喝的 不口渴也要多喝點水 醫生說每天要喝八杯 不是口渴才會喝的 你又買什麼東西吃? 真棒, 炸大腸 剛炸起, 熱辣辣, 我預約你 預約我?我真的不吃這些熱氣的東西 這個是最好吃的 還有, 特地留給我們 你聞聞多香 整天吃那些熱氣的東西 菜又不見你吃, 一點也不健康 真棒, 你也不吃得真相 什麼事?肚子痛嗎?過來坐吧 我不坐了, 我…我瘋了 為什麼會這樣? 剛才我坐了很久才瘋了 一起來, 碰到馬桶裡有血 糟了, 會不會是腸癌? 那…跟你去看醫生吧 很多朋友發現自己大便有血 就會很害怕、很擔心 因為會聯想到 是不是會有直腸癌或者大腸癌呢? 其實大便有血是有很多原因的 在今集節目中 我們很開心請來了中秋炎, 中二氏 還有朱韋昇醫生 跟我們談談大便出血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歡迎兩位 不如我們先講解一下 究竟什麼叫大便出血呢? 西醫方面是怎樣的? 簡單, 我想一般病人來說 就是他看到排便的時候 要不就在大便上 對面或是混合了, 裡面看到紅色的東西 他一般都會覺得是血 另外就是…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滴出來的 是 肛門或是抹的時候 抹的時候整張紙是紅色的 有些可能刺盤看到, 看到鮮血 這些他們都會知道 或者覺得自己排便的時候有血 是, 其實我知道 如果大便有血的時候 不一定是紅色的 甚至可能一些比較嚴重的情況 或者另外一些情況是黑色的 又是代表什麼呢? 通常如果… 我們俗語所謂是柯克士 其實試過的病人就知道了 那就是胃的問題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胃有胃酸 如果在胃裡出血, 接觸了胃酸 就會氧化了 血的鐵質就會變色 所以不是鮮紅色的 所以對西醫來說, 我們分解 如果是黑色的, 就是胃的問題 我們就要去看胃, 做胃鏡的 如果是紅色, 就是以下的 小腸或大腸的問題 但是一般來說, 小腸出血的情況 或者病例是少的 是 通常很少 也在某個程度是難找原因的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好的儀器 去驗小腸 是 大腸是多的 大腸出血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不如我問一下中醫方面 中醫師, 如果有病人來找你 說大便有血 那你們又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都要排除他有癌症的可能 如果說大腸癌或直腸癌 其實都會有一些高危因素 譬如他是年齡, 超過五十歲 或者他的飲食習慣 可能都是多肉小菜 甚至是他近期有大便習慣的突然轉變 這些如果加起來再伴隨大便出血的情況 就是比較高危 我們都會建議他做一個比較詳細的 現代檢查 是的, 看見了 反映著身體可能不同地方有沒有病 究竟大便出血 是不是一定會有大腸癌或直腸癌 會否因為其他原因有什麼可能性 最多最多就是痔瘡 是 大家不需要那麼害怕 癌症不是最多的, 是痔瘡最多 但是癌症是第二樣 我們相對上現在是普遍的 也要留心的 是 在香港比較少 但是有時候也會有的 就是一個叫做填膝炎 就是說我們如果長期便秘 我們在腸內壁會形成一個瘡 如果那裡再發炎的時候 也可以損了, 也可以出血 是 另外就是癌症前期的有蜥肉 大家經常都會聽 有時候拆損的時候也會有血 不過很多那些 我們未必看得到的 肉眼看得到的血 是 所以如果是肉眼看到的 很多時候肝門會有其中一個 就是痔瘡 或者有時候肝炸了它 有時候也會有這種情況 剛才中醫師也提到一點 提到大便的習慣方面 我知道其實這件事也代表一些東西 對於中醫的角度 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嗎 我們會看體質的轉變 有些人可能是長期便秘的 可能體質裡陰比較虛 導致大便裡的液體也比較少 有些人可能是吸收能力比較低 就會大便偏爛一些 我們都會從疲虛的角度去考慮 未必一定是出血 我們就要小心 可能大便變稀等 都在反映我們身體上 有些不同的警號告訴我們 你的身體出現了一些變化 西醫方面會不會是一樣的 是的, 其實認識我們身體 是一樣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平時是怎樣 其實每個人的腸部挺不同的 有些人是偏容易是密的 大便是容易偏爛的 有些人偏乾的, 困難痾的 如果你是十多二十年 或者自小都是這樣 一方面當然我們在飲食上調節 但是你也接受這件事 反而我們西醫來說就是改變 是 如果本來模式是這樣的 突然間不同了 我們一樣是需要擔心的東西 就要去看看腸裡 會不會發生一些特別的病變 其實除了一些器官性的原因之外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原因 都導致我們有大便出血 嚴重起來又可以多嚴重呢 中醫方面會怎麼看 如果排除了一些器官性的原因 中醫的考慮可能是 因為身體裡的熱太多 熱就會迫血妄癢, 也會容易出血 另外氣, 氣有能夠吸涉血液的作用 如果氣不夠的話 血都會亂走, 也會容易出血 我們剛才也說過 有大腸癌的可能性, 對吧 可否跟我們定義一下大腸癌是怎樣 我們會不會之前有什麼特徵 可以讓我們知道我們要小心 其實大腸癌難的地方是在早期 其實沒有什麼病症 沒有什麼病症 對, 所以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容易發覺的時候 已經比較後期 後期的意思是當它大到一定的時候 已經阻塞了糞便的愚動 才出現土象 那些是我們不想看到的 所以也是這個原因 為什麼現在很多發達國家都會說 腸癌的篩查 是 我們香港其實應該在下年 都會推出一個大腸癌的普查 的情況計劃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在很早期 甚至早到開始有蜥肉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大腸裡出現的蜥肉 如果放得久 其實都會變成癌細胞 所以最好是在形成蜥肉的時候 就已經摘了它 或者起碼都是在癌細胞開始 只是在蜥肉開始變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處理了它 這樣令我們不會去到後期 產生很多的… 太遲了 轉移那些問題 或者你要做一個很大的手術 整個腸都要切除那些的時候 就已經是很可惜的一個情況 明白了, 很害怕 沒有什麼特別的特質 可以知道, 病徵 中醫方面, 會不會告訴我們 有什麼特別體質的人呢 你要特別小心 這些是經兆, 可能你有大腸癌 如果發展到癌症 其實我們也考慮到濕毒所引致 而濕其實是說一些不能消化的東西 譬如肉類太多, 肥膩太多 其實都容易令身體裡最濕 所以如果配合現代的醫學所發現 例如多菜、小肉, 其實都是一個預防 說到預防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提供 大便吹血也好 或者要如何預防直腸癌 各樣東西也好 我們待會下一節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跟大家繼續聊下去 有什麼用途? 怎麼這麼樣子? 我很擔心 有人說大便出血可能是生病 或者是大腸癌 我真的很擔心 你不用擔心 大便出血不一定是生病 我帶你去看醫生, 先檢查吧 住了兩天醫院, 幸好不是癌症 真是放心了 你這樣也笑得下 生治癡也不健康 我買了一些橙, 你多吃點吧 十個男人九個字, 男人通病而已 你整天都不喜歡喝水, 又不吃菜 那條腸不動, 會生痔瘡的嘛 生痔瘡而已, 什麼事? 你忘了醫生怎麼說 生得多痔瘡 就會增加生腸癌的機會 你從今天開始 你和我每天要喝足夠的水 吃的就要多菜小肉 我會煮多點菜 你和我吃光, 還有… 知道了, 還有沒有炸大腸吃的 除了熱氣之外, 還膽固唇膏嘛 我知道了, 見過血還不怕嗎? 在第一節節目的時候 中醫師和朱醫生跟我們說了 其實大便出血有很多原因 就像我們剛才那部短劇裡 那位主角 大便出血不一定是有癌症的 可能會有痔瘡的情況 其實痔瘡在香港來說 我們說到一個很普遍的都市病 究竟成因又如何? 嚴重起來的影響有多大呢? 在這一節節目中 我們會和兩位聊聊 好, 先問問位置 一個都市傳言 我覺得挺假的 不過我們也會隨意說說 坐過某椅子, 有人坐過 你再坐下去 就會感染, 會生了痔瘡 其實是否真的呢? 一定不是 痔瘡的形成… 什麼是痔瘡呢? 痔瘡其實是我們的肛門 圍著肛門的靜脈蟲 是 意思是我們肛門由腸到對面 已經是掘頭腦 它會形成一個U形走回頭 所以一個這樣的結構 如果我們經常會用力 要把腹腹腔的力量 譬如我們經常要搬搬搬搬 或者很多時候便秘 我們要用力去刮的時候 其實你產生壓力在植物上 基本上…因為植物本身沒有肌肉 就像吹波一樣 有機會越吹越漲 是 另外, 如果便秘得重要 大便很乾、很濃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出的時候挺辛苦 是 而實際上它會拆過我們的黏膜 它會拆損血管 血管受損的時候 它的內壁也會擴張 其實久而久之 脹了的就是我們的所謂痔瘡 然後我們再看它在肛門裡面 或者是外面 裡面就是所謂內置 突出的就是所謂外置 然後我們又會看它的擴張程度 去決定它是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 去決定它用什麼方法去… 診治 去治療 中醫方面, 痔瘡形成的原因是怎樣的 補充剛才朱醫生提過的 其實也是相類似的原因 另外就是我們會覺得 過食辛辣的、油膩的東西 都會容易導致痔瘡 另外因為氣可以提升 或者叫做維持我們的器官的位置 如果氣不夠的時候 都會導致我們的器官下墜 而痔瘡也是下墜的其中之一 所以如果是身體病、體虛 又或者我們走得多、站得多 都會導致中氣下墜 容易形成痔瘡 就是跟我們整個人的身體 都有關係 剛才朱醫生也有說到 有病, 治療不要緊 原來治療也分好幾期 要怎樣去用藥 又或者怎樣去治療 可否跟我們講解一下 一般如果是最早期 又是內治的話 其實可能有時候會刷到 有一點損, 就會有些血 如果是這些, 我們很多時候 最重要是處理根的原因 就是癌痺那樣東西 所以在飲食方面 病人要調節 對, 我們甚至給一些纖維素 去更加… 幫助他們 補充 補充它 讓它保持大便是很軟的 不需要很辛苦, 要推 會刷乾門 有時候我們也會再加一些 塞的藥或茶的藥膏 是令血管有一點收縮效果 是 有些醫生會再給一些口復的藥 去減少血管附近的發炎 讓它的血管沒有那麼漏 就可以快一點復原 這是第一級 到了第二級 其實通常會大一點 第二級有一種特別情況 比較麻煩 就是它的血液在裡面瘋了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 脹, 血液也能走 但如果血結了一個血塊 就會令它急速脹 是 那些典型會很痛 那些如果不是很差 我們有時候會用強一點的藥 甚至有些含濾固醇 有些少許麻醉的效果 讓它沒有那麼痛 是 但如果真的很重要 那些腸自留科的醫生 有時候會在那裡輕輕戒一戒 擠出血塊的血塊 幫它舒緩 當然有一個埋口的問題 因為乾門始終有細菌 另外二級 有時候大家會聽過所謂紮痴瘡 現在通常很簡單 有一個特別的儀器 夾著那顆疊出的痔瘡 然後有一條很幼的橡筋 一推進去, 固住它 基本上就是讓它膚死 是 有些醫生會打藥進去 令它膚死 兩種方法都可以考慮 到再差 如果到最後那些 真的經常重複, 很困擾 自留科醫生, 尤其是外科 有時候甚至會做所謂割痔瘡 割痔瘡就是將整個那一組的血管 整個切除了 但也有一個不好處 它切除的時候 將腸附近的皮和黏膜 都要切一部分走 是 結果一方面, 埋口比較麻煩 因為有很多細菌的位置 二方面, 長期來說 如果多割幾次 肝門的皮越來越少 變成肝門的瘡不太大 也比較困擾 你稍為飲食多一點 那塊糞便比較沒有彈性 又容易會擦損 也要好好去料理 中醫方面又會怎樣處理? 中醫也有相關的藥物幫助 如果是一些太嚴重 已經不能回立的痔瘡 我們會特別著重提氣 因為始終覺得氣不夠 會導致它不能再提升 另外,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也想介紹一下 就是從經歷去考慮 因為我們正前方是任物 背脊正中線是毒物 任毒交匯之處 其實正正下方就是我們肛門的位置 但有另一個交匯的地方 就是我們牙銀上面 一個叫做銀交穴的點 是 其實有一個… 如果我們現在用舌頭 嘗試頂一頂的話 會發現在我們的上牙齒對上 有一個好像有點連著我們嘴唇的位置 裡面的位置 對,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嘴唇和牙齒之間的連結 輕輕在中間剪一點 大概一至兩mm 是 其實這個剪銀交的方法 也是可以治療痔瘡的 我想問一下, 西醫方面 有時候痔瘡會不會引起什麼病變 或者提示 我們也要特別留意的 是 痔瘡嚴重是會令人困擾 但也有一個很糟糕的問題 因為痔瘡引起的原因是 例如便秘、飲食方面 剛才之前上一節 忠醫師也提及過 腸癌其實也是同一個因素 我們長期的肉類、肥 經常都菜疏不足、便秘 你可以有痔瘡 我們同時也不幸運, 有腸癌 明白 所以很多時候有時候 如果有朋友因為習慣痔瘡 他經常有血 當他繼續說, 我也是有痔瘡 有可能如果他真的不幸運 有病也不知道 對, 真的有痔瘡時 他也會變得拖了病 所以其實這個 不要經常去診斷自己 而且我也有一個很簡單的 我經常覺得是 一般痔瘡如果真的有事 如果正確地去治療 尤其是如果保持大便是夠軟 大部分一個多兩個星期 你應該處理好 是 不應該再有些血 如果他還一直拖著 我覺得應該要去看醫生 再仔細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甚至做一個腸鏡 忠醫師, 有沒有預防的方法 可以告訴我們 看看我們 其實最重要是保持大便 腸痛, 預防便秘 其實在中醫的理論裡 我們都很配合順應時間 是 早上的五點到七點 其實是我們經絡走到大腸鏡的時間 如果能夠在七點左右的時間 即是我們上班之前 可以排到大便的話 養成了一個習慣 其實就是一個保障 另外, 如果我們可能 當坐著, 等便宜來的時候 還沒有, 我們可以再加一個小貼士 就是加一張小椅子 讓我們提高我們的腳位置 對, 有一點折埋 好像蹲刺一樣 可以提高腹額, 幫助排便 另外, 如果真的有痔瘡問題 我建議病人多做提肛鍛鍊 因為這個提肛鍛鍊是幫助我們提升氣 就是幫助痔瘡的回立 謝謝 有兩位的小貼士之後 更加知道有飲食的健康習慣 定時的排便習慣 這樣就可以沒有痔瘡問題出現 謝謝兩位 大便出血最普遍的成因是痔瘡 而痔瘡的形成跟我們的飲食 有很大關係 我們每天要有八杯水 另外, 半斤的蔬菜 提供我們足夠的粗纖維 還有兩種水果, 譬如蘋果、橙 提供我們足夠的水溶性纖維 這樣就可以幫助排便更加暢通